好 我们带大家来听听真的是令人怀念的声音哦 好 这是大家非常熟悉蜡笔小新的声音 而声音的这个作者是谁呢 就是这一位曾经为许多卡通动画配音的知名配音员蒋赌贵 传出今天早上因为癌症逝世 小年49岁 消息曝光之后让大家非常的震惊 江赌贵投入了台湾配音界超过20年的时间 知名的作品包括了蜡笔小新 樱桃小丸子的花轮 火影忍者主角 漩涡名人 还有名侦探柯南等角色 他以生动多变的配音掳获了大批粉丝的心 而之前他曾经po出自己光头的新造型 疑似就是当时正要接受化疗 而合作伙伴也曾经预告说 江赌贵即将要长途旅行 可能没有办法再进行配音工作了 如今撒手人寰让各界相当不舍 玩具不玩了就要烧起来嘛 没办法 玩具传来说 很想继续跟我玩嘛 卡通蜡笔小新 主角演员新之助与妈妈的经典对话 勾起不少人童年回忆 男人有用不乐皮皮的时候 我叫演员新之助 今年五岁还没结婚 而蜡笔小新的幕后配音员 就是他 蒋赌贵 投入台湾配音界超过二十年 没想到十六号早上却传出病逝 享年四十九岁 不少配音圈人士及工作室得知后 纷纷在脸书po文缅怀 表达不舍之意 而蒋赌贵的个人脸书 最后一次更新大头罩已经是六月 当时他将头发剔得一干二净 疑似就是因为接受化疗 而原本合作的养成游戏 两个月前也曾在脸书透露端倪 表示蒋赌贵将进行长途旅行 所以无法再支援接下来的配音工作 如今蒋赌贵事实消息一出 震惊大批网友 大家好 我是野员新之助的配音员蒋赌贵 蒋赌贵曾赋予无数经典动画角色灵魂 除了蜡笔小新 他配音过最经典的动画还有这些 原来他们会搭这架飞机回来 这样的话向日葵也在这架飞机上咯 从小看到大的卡通 声音如此熟悉 如今幕后声忧 撒手人寰 粉丝感叹 未来这一部部中文配音的经典动画 恐怕很难被取代 记者赞不得